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繼續講一下Tim介紹的這套《裁判官的案子判4年如何》 其實他拍過劇,但我沒有找回來看 其實我覺得他越後期,他控制故事的節奏越好 因為他是能夠寫到 你不應該寫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就算你做你也不應該做太多 他後期那些案子,他會想辦法自然地表達出一件事 我印象後期比較深刻,是關於闖空門的案子 一開始是說有一個人,進了一位婆婆的房子 可能住了幾個月,一年左右,我忘記了多久 那個婆婆急病進了房子 進了院 他兒子因為在海外工作,剛好回來 他就看到有一個陌生人,就報警抓他 其實我覺得他有幾點,我多喜歡他 後期描寫,用這個案子來說 第一,他主角不知道這個是懷命好人 因為他開始是說被告那方的故事 然後是說他兒子那方的事 就是控方和辯護律師說的事 其實是每個人有自己的版本 或者是每個人的斜點不同 然後他就說,究竟這個是一個壞人還是一個好人 因為初初那個闖空門的年輕人就說 因為他失業,他很難黑的 27歲又沒有第一份工作 因為很多工作如果你離開鄉下做是包貨吃的 那你沒有地方住 然後找到第二份工作 然後做了幾年又失業 然後我真的找不到工作做 我又沒有了錢 你知道冬天很冷,冬境又濕了 然後又浪雨濕了 然後就住了 他說的感覺就是我真的剛好見到 我又不得意才在那裡住 然後控方就說 不是,有人見過你認識他的 你就知道他入院的 而且你是拿他的錢的 那他就說他拿錢吃飯 那時候主角就在想 究竟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他不知道 但我很喜歡這個故事見尾 當然他很多都很溫情的故事 這個是偏溫情的故事 然後說其實那個辯護律師 那個辯護律師出來幾次 好像叫武藤那個 那他就說 你認識那個阿婆 是 為什麼你不跟他說 因為我不想讓他知道 我跟這個劉浪漢罪犯有關係 如果是這樣他會被人歧視 然後還說 其實你為什麼在那裡住這麼久 因為他有指責他那個阿婆的兒子 你老母進了醫院幾個小時回來 人家反而知道那個阿婆進了醫院 你有沒有檢討一下自己 然後他說 我本來打算真的住一晚走 但是我進去看見那個阿婆 跟他死了老公的照片 因為看他們在那裡做些農務的事情 然後原來他們 那個花園的花是他老公生前種落的 我在想如果他 就是我沒有人照顧 然後他會丟臉 然後那個阿婆會很傷心 因為他怎麼跟那個阿婆認識的呢 因為他看到這個劉浪漢的時候 他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為什麼這麼大個人不找工作 他真的找不到 然後請他吃個飯糰 然後他還跟他說 還跟他說 那你去找工作 其實他很感激過阿婆的 所以 之後他因為這樣而做這件事 然後 那個辯方就說 你看看別人的陌生人都看到這件事 你有沒有理會這件事 好像有法官問他 那你以後還會不會見這個老人家 他說我現在不會 但是等我找到工作的時候 我會見他 其實是 溫情 其實這件事就很重要 我覺得現實未必是這樣 但是 他這個罪事是很寫到 所謂的那種落差的言義性 他終於知道你是不能 應該說一些我們不能知道的事 還有那件事 這個是他的描寫手法的進步 但是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好看的地方 你會發現那個犯人 最後 他那種 他對自己的覺悟 他對自己做錯事的覺悟 但是其實 他犯了一段時間 他闖了空門 但是他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 除了闖了空門之後 基本上沒有傷害過人 有偷錢 因為他說他要出去買菜 做一些好食 但是因為你看到他拿錢 他不是拿一個很大的金額 他也不是去好飲好食 所以你會見到的就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好人 但是他因為生活的壓力 所以他被迫做了某一些事 到底社會有沒有這個空間 去接立這個人 而他的覺悟是他決定要去賺錢 其實我覺得回應這個故事 有另一個故事 我覺得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 又是關於一個坐空門偷東西的事件 就是 一個男人 他跟一個叫大家龜獸 那個女生 相愛 但是他的老爸 就是那個女生的老爸 是不贊成這個婚姻 因為那個男人 原來他已經有個女兒 他曾經離婚 還長大 那個女生 差不多十幾年 然後他們私奔去到東京 這樣的地方 或者叫大都市 之後他們生活 又因為剛好撞正經濟不景氣 所以那個男人 一直找不到工作 所以控方就不斷地去說 你是不是就是因為 找不到工作 那麼多壓迫 你就走了去 偷人錢呢 偷人錢是不是就對 那就很想挫死他 但是呢 重點就是 其實他們真的慘到 家裡是沒有飯 那女兒說 我全班都有書包用 只有我一個毛 在那裡哭 最後他才決定要去偷錢 至於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救贖就是 在他家對面 有個叫老太太 突然出面 就說我會請他去我那裡做 然後上庭就做證人 就說我會去擔保他日後工作 他就不會再偷東西 至於他說賠償那裡 差不多一百萬 我記得 一百萬這樣的價錢 你會不會幫他賠償 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這些錢 是要由他自己去還 打工還 對 才值得的 而重點的就是 說 為甚麼你要這樣幫他呢 他是你甚麼人 他說 就是因為 首先一件事就是 他第一天來到 搬到來 在我對面的時候 他每天都會跟我說 hello 他每天都會很親切地跟我打招呼 而他又問回控方 就是說 你們經常都說我為甚麼要幫別人 而重點那件事 我就問回你兩位 即是不論是律師還是控方 他都說 幫別人是不用理由的 那我是 即是不論是因為我心安理也好 不論我是可憐他也好 其實幫別人是不需要讓我找原因 才要解釋 在庭上要解釋 我為甚麼要幫他 我這件事就是 好像回應他就是 有些位置是 有機會可以接納到這些 被社會壓迫之後 逼不得已而做出這種行為的人 不過在這個故事也看到 其實控方對這個犯人 真的很想入他序 即是就算走了一個人出來 即是說我會給他一份工作 我會幫他 他都要死也要檢查 為甚麼你要幫他 然後還會問 他偷過東西的 偷過東西而已 這個人不可信 他在你這裏做事 你不害怕嗎 這樣他會不停紮落 即是迫到阿婆說 其實幫別人需要理由嗎 就算被他欺騙也好 我寧願現在幫了他 令到自己不要後悔 即是他說 我會有兩種後悔 一種後悔就是 我現在幫了他 將來會騙我 就是其實原來今天說話 全部都是哄我 這種會是一種後悔 但我覺得有這種後悔 總比我見死不救 見到這樣 我都不出手幫他的後悔 會來得更加安樂 我得到他的話會 但你再想回 其實這個取捨是很合理的 因為見死不救 你沒有第二次機會 但被人騙是 錯的不是你 雖然你會有後悔 你可能會覺得 為甚麼我會這樣按鈎 但是你是被害者 但是當你見死不救的時候 你經常都說 當你就守旁觀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在幫那個施害者 當然那個施害者 不是說那個檢控官 或者那個裁判官 而是整個社會 給他的壓力 所以這方面 其實你再想回 其實他的選擇是很合理的 但是這麼多個單元故事裡面 都不是很多情況出現 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個也算是 在這裡一兩成會出現的機率 那是真實性 是啊 事實是很難 有這樣的關注 或者隔離鄰舍 可以幫你幫到這樣的地步 會給你工作 還給他錢 還之前已經問過他借錢 我記得是 給他錢 還給他一些米給他吃 這是很難得的 我覺得挺窩心的 窩心故事也很多 不知道你有沒有 卡羅呢?卡羅有沒有哪一條故事 很深刻? 哪一條窩心的? 我突然聽到 其實我比較深刻的故事 沒有特別 但是他有些章節 反而是他開頭的時候 他會描寫多一點 就是不同類型的證人或者犯人 有些人會說 我一開始就很誠懇 但是有些人會感覺到他會說謊 剛剛提到的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他老婆不肯跟他搞事 切了子宮不跟他搞事 所以他忍不住去地鐵摸女學生 摸完之後 上到停的時候 就一直營造到 老婆很糟糕 覺得做愛是沒有需要的 所以就迫到那個摸人 他就有很大的需要 然後他其實旁邊會說 其實這個就是老婆做黑面的策略 就是我扮壞人 什麼都是我錯 那官就去輕判 還有他另外一個位置 就會說哭的類型 可能上到停 他旁聽的時候 他會看到不同犯人在哭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就會在哭 在苦苦哀求 有一些就是因為情況很惡劣 不斷被檢控官 迫到他忍不住哭 然後有一些是不會見好會收 這個也是最惡劣的 就說明明那個位置 他哭完之後 別人感覺到他很真誠 是OK的 但他最後又要做多一鍋 一說一句就再來 我想起火車裡那個女人躺下 叫她老公 老婆站起來 做多了 他的形容很混亂 好像打籃球中場休息 因為他說多數人狂哭 然後開始抹眼淚 你以為會會停 他抹完繼續哭 就好像怎樣 就好像你來看NBA中場休息的時候 那些人走出來抹地擺 然後你再打 為下半場做好準備 然後他其實說完之後 最誠懇的哭是什麼 就是 因為特別 我覺得這個誠不誠懇 就好看個人 但應該這麼說 是一種偏見來的 特別是男人就是說 其實留一滴眼淚就夠了 對男人來說 你不用哭到呼天上地 他說是哭 會不會一滴那麼嚴開 但你不可以多哭 就是很短暫 那一下你哭到 就是感動 就夠了 還有他這個故事 就是卡羅剛才說 哭的這個故事之後 他裡面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之前的一個 很深刻的故事 就是說老婆和老公一起自殺 然後老婆死了 老公沒有死 然後老公就去報警 就說他老公死了 然後被上庭 就是說到底會不會是你 你協助自殺的一個罪名 他去判這件案 然後就說到底 為什麼那個男人會 這樣跟自己的老婆一起自殺 中間很多細節 我有一些不記得很清楚 其實抱歉 他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他老婆 他有說回他們兩個都是一些 叫做邊緣禮大人 一個是打手來的 黑社會 另外一個是夜店打手 不是黑社會 另外一個是夜長小姐 他就結婚了 因為他特別是這個女人 對他特別好 沒有其他人都害怕他 他們結婚之後 女方發覺自己生不了兒子 因為他很想要小朋友 直到他老公 其實他們夫妻關係 感情沒有問題 但你看到他老婆 身裡給了一條刺 因為他生不了兒子 最後因為 他鼓勵 為了滿足他的遺憾 所以他敢用洗錢 然後洗到欠人家很多錢 然後他老婆說想死 然後他說一起自殺 其實除此之外 那個男人對他老婆真的很溫柔 對他老婆 他老婆說什麼 他都相信 他老婆說什麼 都會欣然接受 例如我還記得 有一個環節 就是他種了一堆花 在花園裡種了一堆花 下雨 下雨 那男人都會 拿繁布遮住 自己用身子 拿繁布擋住花 等他第二天 原來那些年輕人來看 他老婆見到可以開心一下 而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會對他老婆禁我 他老婆突然有一天發瘋 就把花園剪爛掉 因為他覺得 我的花園都彌補不到 我沒有子女的心情 甚至乎有小朋友 勾起了我生不了小朋友的那種 更屌 除此之外 就會馬上說 為什麼老婆 男人為什麼會這麼疼他老婆呢 就是他覺得 那個女人給了一個新的生命 讓他懂得讀書 因為他教他漢字 怎樣寫 你只顧著打架 你只顧著字都不懂得 而最感動的一個位置 就是上到庭的時候 原來他老婆在死之前 寫了一封信給他 而那封信 大家如果有看過日文 都知道 在漢字旁邊 因為很多日本人 都不太懂漢字怎麼讀 不懂漢字是什麼 他在漢字旁邊 幫他製造一些平假名 令到他可以讀到一封信 他就很感動 那這個位置我覺得 真的 這一套 他最後哭的時候 就真的讀到一封信 男人才哭 就是感動 他不是博同情 我覺得這個是挺特別的 之後 他在Kyle剛才說的故事中 主角就用這個做例子 因為那一下 在場所有人都被他感動了 因為這個故事很真誠 而你覺得那個男人是真的感動 還有真的覺得那種覺悟的 那樣東西就是 當他知道這封信他哭 然後他平伏了 他能夠繼續很平淡地 去面對之後對他的判詞的所有事情 的後續 那你就知道的 其實他對他老婆那一封信 那封信的感動是真的 其他事情他是願意去接受的 那這個眼淚才能夠幫到你 如果你是想去脫罪的話 因為其實這個故事 他哭不是為了幫自己脫罪 他是真的哭的 反而你沒有想過 要幫自己脫罪的眼淚 就會幫到你 因為證明到為什麼他那時候 會願意一起自殺 就是他沒有這個女人 他覺得他都沒有生存意義 當然之後 他給他自己生存意義 就是要幫他老婆送母 因為那個官員就說 如果我判你沒有罪 你會不會自殺 一個對你這麼重要 那個女人死了 你生存的意義就沒有了 他說我不會了 我找了我的生存意義 我要照顧他的母 如果我死了 就沒有人幫他掃母 所以他好像很快就沒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 我自己是很深印象的 那種 他兩夫婦那種愛 夫妻之間的愛 還有你帶回去之後 主角會想起他的時候 他帶出來的就是 這個故事到底那種真確性有多強 所以其實他有些時候 都論述一些夫妻 或者愛情的關係 是怎樣的時候 我都記得一個就是 他主角很混亂地 突然跑去一個 民事訴訟的一場官司 去旁聽 然後整場是只有那個主角 坐在那裡 然後一進去 那兩句話 我加上那兩個律師 才把他平衡 他心想 我也有這個權利做旁聽 你們儘管開始 民事我見到有公娘 都有公娘是權利可以行駛的 當然這一套 都不會是一個很抹面的離婚訴訟 而是其實老公 原來一直以來 他以前為了考會計師 他老婆要供他 那時候是還沒結婚的 女朋友去打讀他 反而在家裡讀書 供他讀書 他讀書之後 他覺得我真的做了會計師之後 他賺了很多錢 我寧願記心在工作 令到我彌補回那時候 他這麼辛苦為了我打工 而同一時間回到家裡的時候 他不會為了他老婆 他不想他老婆不開心 而和他吵架 所以回到什麼他都會忍了他 什麼都會很溫柔 用微笑去對著他 而正正因為這件事 他老婆覺得 你沒有真正去想過 我其實很孤單 你沒有真正去想過 你給我的物質 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東西 即是我當初 供你成為會計師 不是因為你可以做會計師 給錢養起我這家 而這個是你的夢想 我去幫你實踐 而誰知道 這樣之後 他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我一個人很孤獨 老公在這一下就說 我本身是完全不想離婚的 聽完他就說 好吧我們離婚 這場公司就這樣結束 這個位置 他在這個作品說了很多 親情也好 愛情也好的關係 你想想 本身是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但他就用了這麼多個案子 去令你反思這些關係 我覺得是很難做到 或者他做得到給我看 但剛剛說這個案子 其實我看這件事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一路是說 老公是很外國人 不想離婚 只不過是他用錯方式去呆 就算上了庭的時候 一開始他都不知道 自己做錯什麼 搞到老婆想離婚 檢控方問他的時候 他都說 我猜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那時候都說 我猜是這個原因 說錯了 他說完 因為他老婆出來 就說 你剛才說的全部都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案子最古怪 是甚麼 那個女人應該會說一次 這個故事 其實我作為一個男人 我覺得最古怪是甚麼 他說到其實是一個男人錯 沒有你老婆感受 你都沒有說過問題出來 你從來都沒有說過問題出來 你從來都沒有說過問題出來 你要上到庭才說 我覺得這個老公很無辜 你不要跟我說 女人不會直接說 我結婚了 你是不是要倒打一次出來 但是交易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不要上到法庭的時候 我知道 現在好男人有錢 但錢不是那麼浪費 你不要浪費時間 混蛋 之後 就算他一直都很想彌補 他就說 可能我會多點時間陪他 他會很想彌補 到他真正知道原因之後 說 好吧 我離婚了 我心想 你之前不知道的時候 你很想彌補 到你知道了的時候 你就覺得離婚 為什麼你突然之間 其實 他老婆說他錯 我覺得不是完全錯 只是情感的落差 他老婆說 其實好像你沒有真正面對過 我很孤單 但其實老公猜的原因 就是 我少了時間陪你和你相處 其實 不是完全錯 只是大家去到那個情感位 怎樣表達 對 其實 你之前明明你願意去改 到你老婆說完出來之後 好吧 其實我想 這個位置 可以說斬得好的 就是因為他是旁聽 我不會知道 停後之後他們兩個 怎麼發生什麼事 就是 他下面標主說 我都認為 整個女人都很愛他老公 可能 離婚這件事 最後沒有離婚 或者是 有後續 但是 我都理解 那一刻 為什麼可以說是男人的tracks 既然都是這樣 就離婚吧 然後老婆就 被他 捉住了心 還有 這樣說 我對上分手 其實那件事是 我女朋友跟我說完之後 我在想的是 她說完 我哭泡 為什麼你在笑 我哭泡之後 人家說分手你在笑 你不想想混蛋 混蛋 我知道 我是那些人 我覺得阿天會說什麼 你繼續 你不要說 你這樣混蛋 人家說分手你在笑 你那個人家都會被人家 我都看得到你的 我繼續繼續 她說完的話 我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呢 有些事情 可能其實是 男人未必懂得這樣對一個人 真的就是 我給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不是錢或什麼 而是你想的那種 關注關愛 對 你想要的那種方式 我不懂得用那種方式去關心別人 我覺得不同的 最少要說我出來 你還不可以做 我都沒有說我出來 我都沒有說過 我都沒有說過 當然這個是 放了很多 批評 因為 故事沒有說過 但我不是不明白 為何到那一刻 老公會突然間 會同意離婚 原來大家 那個路線 原來是很遠 因為我之前在庫安波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路線 可能是很近的 但原來兩個路線 是差太遠了 那種是一種勉強 我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我再說一個 我免得說你不用看 有些說黑警也挺有趣 例如說有一個是說襲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雙方都有自己的版本 控方就說 別人檢查你的單車 然後 你一揮手打中警察 他就說 其實我有轉讓證 大家檢查我 諸如此類 放正我是反的 然後法官問 你後不後悔 大概有 不知道誰問他 大概有後悔 為什麼 你問我 有沒有挑選警察 我有 因為他最後的控方質 是說 因為他 主人證 你這群人 死黑警 狗 然後警察 突然間 又說 他不知道是否想有 然後他一揮手 就打中警察 然後就說 你襲警了 他還說 你弄掉了我頂警帽 這件事是最關鍵的 這件事是最關鍵的 防外公職 然後他提到 全宇宙的警察 無論是香港 大陸 日本 美國都是一一樣 都是合得太 然後 他就說他不後悔 為什麼呢 我樣子很壞 從小到大 我都被人查身穩定 有這樣的機會 我不出來揣他 我還是人 特別是香港現在 我完全感受到這種感覺 是有機會不敢揣他 還是人 而且他在說完 那一刻 因為他要背著旁聽席 主角就說 我很相信他現在應該 陰陰取笑 用一個很有氣勢的表情 看著檢控官 其實我想補一點點 都是那句故事 我看書 都講了很多 說了很多 老實 現在的旁聽席 我沒有去的 因為我要上班 工作問題 但其實有段時間我沒有工作 我真的去過旁聽 而且 因為自己也有些原因要去法庭 所以我大概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真正的法庭 不要說現在的案件 一般案件很沉悶 無論到混蛋 是完全沒有任何樂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法庭旁聽 或者工作需要上去 學校去過 有一次是很精彩的 為什麼呢 剛巧那一次是 一些區域法院 我想他是把那些 你這些應該留在實況者說 不要緊 你繼續說 我講一個 實況者可以有很多話 然後他 我講一個 因為太清楚了 我講一個 應該是專門做一些 八街做生意的 那種 善用什麼官地去做生意 諸如此類 我忘了那條法例 我明白 專門審那些 例如有些是 那些是犯法的 那些是阻街 那些是阻街 但跟非法佔用官地 是另一件事 專門做那些案件 你看到 你問我最深的 就是窮人 真的要請律師 老實說 我去過幾次 基本上 裁判官都很困難 我跟人家都困難過 困難過 困難過 所以我想像到 那些特別會有正義立場 一定更困難 你覺得這班 發亮少 而且最混蛋 你在立場上 你不能拼嘴 可以拼搖著你 例如 我為什麼說窮人 要請律師 我其中有一個很深的 因為我都排到很後 然後我一直聽 大概是說 知道他阻街 做生意 因為根據法律 如果你白超過某個面積 可以判你坐牢 因為那個人 我想他是某間餐館的老闆 他真的老了 到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官擺明想放他 他問 這樣 現在就說 你大個大個某個面積 當時那些人讀 他們可能讀錯 現在我給你再說一次 你擺了多少地 那傢伙是這樣說 基本上我真的想跟他說 你算不算放我法官證 法官大人 你敢這樣說 我求其作歌 大家明白 我作過小 我就罰款走人 那個被告這樣說 我不知道法官大人 他說多少就多少 我說清楚一點 你大個某個位置 你要坐牢 但因為我覺得他們未必能讀得清楚 我現在給你說 讀到多少次 讀你幾個地 我不知道 法官大人 我完全感受到 那個裁判官的心想 我心想說 你老母 然後他也說 這樣吧 我需要其他個個案 你走到一旁 想清楚 再跟我說 那個婷婷就走過來 把她放在一旁 然後我看到婷婷跟她說 我猜的婷婷就是 你老母 你當然是說 我小了 我不夠 我猜是這樣 我很多可以在Sophon有分享 大家喜歡的裝飾廳 因為那天真的很精彩 那天是特別精彩 我跟大家說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其實 很多人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多說一個 例如有一個很有趣的 因為 多數這些案件 你認罪 我記得那天是關於撞車 你認罪就立刻判 你不認罪就要過堂 我不知道那個人有什麼事 問你不認罪 然後他拿了幾箱文件出來 原來是他的稿 然後他打算說 然後法官說 你不認罪 你可以走到一旁 因為要安排庭載審 你不需要拿你的審訊出來 在讀 你看到很多人是不認罪 當然這個程序是 請律師 因為一般是不認罪 你要經歷過 還有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特別上一年那些 因為有各種精彩 不過這個實方者說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沒有阿添那麼精彩 所以可以說一兩個 到時留下一些實方者 我主要是關於稅務方面的事情 因為我工作關係 我上一庭都是關於稅務方面的事情 一般都是欠稅局 或者可能 你無論是欠稅款 還是欠交稅單 都有機會 欠交稅表 稅表和稅單 是兩個東西 無論你欠交稅單 還是欠交稅表 你都有機會要上庭 當然法輔助的方法有不同 但是上到庭 其實是無法打的 完全無法打的 因為這個世界上 時間是很絕對的事情 8月14日是絕對 就8月14日是絕對 你遲過8月14日 你可以求情 你可以有原因 這些應該不是跟稅局談 因為你太久不回稅局就會上庭 太久不回稅局就會上庭 上到庭 你一定要認罪 因為你一定遲過8月14日 你不認罪就是吵架 跟自殺沒有分別 你一定是認罪 但是你可以求情原因 就是這樣 但是原因是什麼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演繹 但是我上去的時候 就是聽了一個女人 那你是不是遲過一天交 是 那你現在是不是認罪 我認罪 求情 求情 你有什麼文件或者理由可以提供到 我都不認罪 我都不認罪 我做生意 我賣衣服 我都不認罪 我都不認罪 只是那些蟹字 那些人 然後我坐在旁邊看的時候 在想 你一定會被裁判官吵架 那些人 那些人就馬上吵架 你開公司的 有限公司 有公司法的 你開公司沒有看公司法的嗎 我不認罪 我賣衣服而已 那不認罪是你的問題 犯法就是犯法 求情不未接納 哈哈 那我猜都是罰五千元而已 不過有些人很笨 我能夠接受 你知道 你不知道是不可以戴帽 其實你進去被人職電 但是 你不是連關電話都不認罪 不是關電話 你不是關電話 是關電話 是關電話 你上課也要教人 你上法庭 你打算開 你不拿幾個教人 那些人我都 滴出去 都罰他兩千元 是很難入你的事 你是不是傻了 電話響 因為 有些官是特別怒 聽到電話響 他不認罪 哪個 他真的叫你站起來 吵架 我覺得是抵操 你不認罪 你不認罪 而且入門 已經有個圖案 你不認罪 你不認罪 你這樣看不認罪 還不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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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反而我哪些是人 有些人會合眼分 又會被人罵 但他也不想 因為那些人不認罪 他等著被人叫上去 被你罵 他等著上庭 其實那些人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罰款上庭 那些人 是一個時段 處理百多個個案 幾十個到一百個案 總之他叫你十點上庭 你去到你發過鄰街症 你遲些 你十點零二分 去到你已經排六十多 然後你便坐在那裡 等等 一般來的時候 很悶 好笑 很精彩 所以睡覺就很合理 但你不想睡到有鼻孔 就沒什麼 還有我記得 我自己叫中學去參觀 旁聽經驗 根本都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事實上不用開咪給我聽 他們處理到就可以了 你坐後一點 基本上已經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我進去坐一會 起床走 我參觀過什麼 就是沒有 那我就很理解到 那時候你根本不可能不合著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又不可以按手機 我還可以 我那裡有咪 很多時候 我那時候是不知道 我跟那個官的距離是差不多 所以我跟他也是有用咪 我去的 我記得也有咪 所以他們說話大部分都聽得出來 不是 因為真的有些很笨 我再說一句 我那個是交換台那個 開第三次給你 走 走 我稍後還有一些事情 我還要搞這些 他撞車的阿叔 他好像是的士司機來的 他說他撞了三部車 我大概記得的是 他退位的時候撞了三部車 然後法官都問他 你怎樣撞了三部車 然後他說 我忘記了 法官大人 你忘記了 我是不是還應該釘了你的牌子 你忘記了 你明明你說話還很冷 你故意坐下去 你不知道什麼事撞了三部車 是很危險的 大哥 你那個牌子在哪裡考的 郭叔叔真的很老 我心想你是不是傻 你這樣說話 你這樣說話 你見到老人家上庭是很慘的 其實老人家上庭是真的很慘的 因為他們的東西又不懂 又不知真的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時候其實是很慘的 有打算搞得行 我覺得是沒有的 有人家不會怎樣同情的 事實上去到這些位置 有一點點 好像剛才阿泰都說過 那個官擺明都想放那條口走 難道不想弄得這麼大 很明顯就是吃店 放一些空間 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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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弄得這麼大 又坐牢 開茶餐廳開庭 又坐牢 沒有人灰 這樣吧 但那個發映了很少 我想 糟糕 笑片 差不多了 再下來更加精彩的法庭見聞 即是洞廢法庭見聞 我們就留在Patreon的十方者 跟大家再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當然就馬上加入我們Patreon 就可以聽到這些節目 如果你們都有一些精彩 或者有趣 或者感人的故事 都可以在我們Facebook 或者Youtube下面留言 請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交流一下 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會不會預告下個星期說什麼 還是不說著 下個星期呢 講什麼就不特別說 不特別說 不特別說什麼 很簡單 洞廢講到 不過這兩年都好了 以前就比較嚴重 洞廢講高達 我覺得很難看 講哪個高達呢 下個星期你就知道 我只可以跟大家說 不是Revise 因為我還沒看 一定不是Revise 我們有台 YPL也好 電廈也好 好像集果那邊都打算會說 電廈和YPL 其實已經出了 電廈足足做了六節 五節加一節EX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 過去講兩面聽 洞廢有沒有機會做Revise 看看主持們什麼時候 有時間看完它 今個星期的節目時間參與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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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